我的尸体不会腐烂在泥土里 我会像鸟儿一样 死在空中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白 咱们今天呢继续来玩烟火 这里门缝和门窗 那咱们先看门缝啊 挖了门缝看 门缝套过来的光被两道黑影分割 有人站在门外 哦 外面有人要进来找个地方躲起来 陈老师快藏柜子里 可能你们也听出来了啊 我最近可能感冒了嗓子不太好 哎呀还是给大家来录拥 毕竟我一个粉丝数量少的可怜的周哥 如果再不勤奋一点的话 哎呀这粉丝 呃何时才能破万 就我这敬业精神你们不给个三连 爸妈方方准备吃饭了 哎 啊好险 刚才我似乎听到了方方的声音 感觉是他把我拿到柜子里 我也感觉到了 方方好像一直在帮助我们 之前在祖坟里也 也是 对了 你看清楚刚才那人谁了吗 应该是那个父亲吧 田向荣嘛 但是田向荣明明有钥匙 为什么进屋前还要敲门呢 感觉像是在试探屋子里头有没有人 看嘛我就说赵小娟公公婆婆行迹很鬼 说不定赵小娟被鬼上身就是他们搞出来 继续调查一下附近吧 田向荣可能在这里留下了些什么痕迹 蜡烛 其他地方也没什么好看 好看的吧 魂熙归来魂熙归来 这就是招魂了 窗外传来哭泣的声音 那这就是招魂啊 归来归来 黄泉路上 写路 奈何桥水 那 咱们过去 咱们走过那个桥 奈何桥嘛 前方是一条被雾气覆盖的河 那我们还要回头拿东西吗 要明合体 这么上去 懂了 以明珠照前路 以明前通轨车 同轨车 载Z 这应该就是动画了 截个图 前流通知 前无回止 就有钱 给点钱 没钱滚蛋 啥呀 啊 机缘宝 是吗 不得不说这动画 确实不错 有那味的 不过你白鸽是谁 玩恐怖游戏出身 拿不住 怎么可能会怕这点恐怖 真是 要控制 要控制小船 咱们前进吧 以糙米撒归图 哎呀 有些不认识字 再加上感冒 读的就比较慢 字又消失的比较快 那这是不是往回走 一直在往前走 它就一直回 往回走 啊是根据方向来定的 果然是 陈老师要上哪儿去了 归来 归来 天 嗯 屋堂炉火暖 归来 归来 父母 这能犯来之不易 不易错过 哎呀 这 这俩老 这俩死老太太 死老太太死老爷爷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会儿应该是赵小轩 无意识在做吧 你怎么了 还烧到我呢 十五 什么东西 这有人犯罪了 然后拿这个大斧子 梳着皮死了 正常来说 不应该是横着皮 罪者 虽无挖坟 掘墓之行 却坐向其果 罪无 罪无 可设 带其副手 一亿六千三百八十四万年之 什么行 哎呀 不认识 行其未满不得离开 石板上躺着个血肉模糊的人 手上的戒指格外鲜艳 这是赵小轩配套的戒指 果然是田相伦 果然是那个 教手轩他 田羽 共肉身以西居所游魂于西怀 小轩快吃鱼啊 这鱼烧多好 这是你妈特意为你做的 田羽一直在这里受刑 他根本就不去 他根本不能去附身 哦 他们招了个孤魂野鬼回去 这鱼烧多好 所以 所以 真的是招了个孤魂野鬼回去吗 妈 这鱼真好吃 小轩去哪 夫妇永结童心 重续天伦之乐 也就是说赵小轩在这里受刑 然后他丈夫出去活着 附身了是吗 石板旁的盆突然升腾起 炙热的火焰 火盆中的日记被烧的残缺不全 无法打开 也猜不出是真的被附身了 还是出于某种目的假装 骗了所有人 这本日记像是被利用完的弃子 里面的秘密或许会伴随着田羽永 永远也埋藏在无尽地狱中 真的招了个孤魂野鬼回去吗 喂 你还要调查田家案吗 谁 啊 是那个之前那个小娃娃是吧 落地镜 不是吧 镜中倒映出来熟悉的身影 好久不见了 上次见你的时候还是读警校了吧 是因为什么案子来着 一桩藏尸案 啊 对对对 你协助警察找到尸体了对吧 听说因为帮了警察大忙 你一毕业就破格进了刑侦队 好厉害呀 这身警服挺适合你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 喂 田家案有什么好调查的 谁是凶手重要吗 反正都死了 我现在是警察 还私这一个公道那是我的职责 在哪儿学的这磕道话啊 就算找了凶手对你有什么好处 别忘了 你要破更多的大案 或更多的荣誉 放弃这个案子吧 眼前就有个更大的案子呀 什么案子 你心之度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你回答我 为什么要让陈清贺参与调查 就是陈老师呗 那就他了解陈家 他了解田家 他很了解田家 我相信他提供了不少线索 避重就轻而已 看上去很可靠 也帮了不少的忙 哼 这种借口谁信 我知道你不想回答 你还是老样子 喜欢把秘密藏在心里 我告诉你吧 你让陈清贺一块调查 是想借机了解田家 要用参与的那起盗墓案 你知道这是个大案子 如果能顺势救出整个盗墓团困 这得立多大的功啊 啊 而陈清贺和方方走的最近 你想从陈清贺那里 获得更多的线索 被我说中了吧 你心里想什么 我一清二楚啊 我跟以前不一样 嗯 确实 比以前高了一些 成熟了点了 可是你还没变 你需要的是认同 需要的是更多的荣誉 这应该 我推测这里 应该是一个分歧吧 我知道调查田家案子 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那我想解开这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眼前 什么问题 既然你能看到我的想法 那为什么还要问我呢 林李寻 你改变不了田家案的结果 知道吗 啊 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和我们自己对话 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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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诚 无私和奉献 这应该是警校吧 哎 果然是警校 不是警校 警 刑侦大队 先去档案室看看 柜子里头放着一些田家案的资料 要查什么资料 那当然是毒药和指纹了 在赵小娟的安眠药中检测出来四亚夹鸡二封四鞍 俗称毒鼠墙 啊 就耗子药呗 药瓶中部分胶囊被掺入了毒鼠墙粉末 啊 安眠药里头也能被掺毒鼠墙吗 不对啊 安眠药你胶囊打开了往里掺了毒鼠墙 你怎么给它安回去啊 这 安眠药真的是给人吃的吗 同批安眠药没有检测出毒药成分 基本排除了卫生室人员投毒可能 瓶盖上三处不同的指纹 一枚来自赵小娟 另外两枚还在配比 瓶盖上的指纹 那关于动机呢 有指纹这还不好对付 通过走访镇上的居民 我们得知赵小娟在案发的行为 十分的古怪 有点精神分裂 那就是被附身了吧 或者说就是演 演田宇 就是演她丈夫演 演惯了 就人串了 结合赵小娟在案发现场留下疑似遗书的字条 猜测赵小娟患有精神疾病 并早有了轻生念头 纵上推断赵小娟早有轻生念头 因精神疾病发作 将原本原来自杀的胃药投入犯中 毒药投入犯中 造成其余三人死亡 也没什么好调查 那就结束了 坏人根本不知道 田家表现出的和蔼是假的 连赵小娟的疯癫也可能只是伪装 但如果我告诉路对这些事 他们会信吗 的确 买电话 应该在那个办公室吧 嗯 场景转换 行吧 来吧 哈喽 喂 我是陈老师 啊哈 陈老师 我是赵小娟 赵女士 方方转校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啊哈 陈老师那真的很感谢你啊 那这就是撂扎潮吗 我也没做什么 方方是个很优秀的孩子 去外面的世界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啊对了 方方的爷爷和奶奶没有反对吗 上次你说爷爷奶奶不想让方方离开镇子呀 嗯 他们现在又同意了 啊那同意就好 同意就好 可以看出来陈老师还算 还算是 什么东西 陈老师你要的东西我也找到了 我找你 难道老师也不是什么好人吗 很快回来了再联系 哎呦不是吧 陈老师你也不是好人吧 我 我们共处一世了那么长时间 你居然也不是好人 既然你听到我也不隐瞒了 我当记者那会儿是来清潭镇采访 听说了田向荣和王金才倒卖文物的事 报社让我以知教的身份来到这里进行暗访 深入调查后我知道田向荣曾经在银行工作 习惯把每一笔买卖都记在账上 田向荣接触的客户都是不少大人物 你应该能踩到这笔账的重要性 所以你要借方方接触田家的人 嗯 因为方方的缘故 我和赵小军慢慢熟络 他想待方方离开清潭镇 可田向荣他们不允许 所以我和他做了一个约定 他帮我找账本 我向他保证一旦田向荣落网了 他和方方都能安全离开清潭镇 那陈老师 账本你到手了 我还没能来得及拿账本 方方一下就遇害了 我也不知道账本在哪 哦 原来是这样 那现在很多问题都说得通了 警察同志 你调查出什么了吗 抱歉陈老师 你告诉了我这么多信息 我也不想对你隐瞒 但还不是时候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需要去调查 什么地方 我找到案发时藏毒的药瓶资料上 瓶盖上有三枚指纹 一枚是赵小军的 或许 田家案 关键就在这三枚指纹上 因为其他两个不是 在田家找也找可以匹配的指纹吧 然后陈清慧加入了队伍是吧 柜子里放着一转胶带 胶带上有指纹吗 啊 获得了交代 有 有指纹 运斗上有一个指纹 这是运斗 获得指纹一 这是运斗 长这样 你告诉我是运斗 这不是缝纫机吗 是真当我没见过吗 我算看出来红色 带有红色 那个放大镜的 就是线索 不是线索 就是指纹 不过以防万一 还是来看看白的吧 日记里提到过 方方她和奶奶 睡在一个屋子里 大概是担心招魂仪式 影响到方方吧 咱们接着找啊 这个柜子上说不定有 没有 宝贝 哎 照相机上有 玩具相机 那这应该就是方方的指纹了吧 指纹3 这样瓶盖上的 对应的指纹就多找到了 匹配的 只要匹配指纹 就是能知道是谁投的赌了 好 第五章了 现在已经确认出了 赵小娟的指纹 然后就从刚才那地方 找出赵小娟的 指纹1 指纹吻合 哦 事件回溯 妈妈你在做什么 没什么 作业写好了吗 嗯 写好了 妈妈你生病了吗 妈妈没事 这是安眠药 能让妈妈睡得更好 妈妈那我能吃吗 不能 你是小孩子 哪有那么多烦恼让你吃的 吃这玩意就都没烦恼了吗 不可能的 一觉醒来 什么烦恼都没有 这是安眠药 又不是毒品 小孩子乱吃什么 不会是那俩老爷 不会是那俩老不死的 我现在有点语无伦刺了 对不上 看大小是小孩的 上面还沾着蜡笔粉末 那就是方方的指纹 方方的指纹 小孩子不要乱吃药啊 小孩子不要乱吃药啊 虾吃什么 虎 虎 虎 方方为什么要偷拿安眠药啊 指纹前端的碎屑很特别 是彩票官场区的碎片 那就是那老不死的 那死了 那死了头和死了太太 老头子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我觉得一个星期能见阿宇一面就行了 你就不想天天见阿宇吗 当然想 可是 这段时间你也瞧见了 阿宇真附在他身上了 张姐说 如果儿媳的魂魄离了身体 再把阿宇的魂叫过来 就能永远留在这里 这样咱们的阿宇就活了 就能陪咱们了 你放心 我弄这样不会有动静 能留个全时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被咬死了 我怕被人知道 万一有人问起 就说咱们儿媳妇疯了 吃老鼠要自杀了 我跟王金才通了气了 他到时候也能作证 你 他嘴牢吗 他跟我干这么多年买卖 没走过半 半点风声 你怎么就那么保证呢 我要被抓了 他也不会有好日子 行行 果然就是那帮死老头死老太 哎呀 我跟你讲 我就玩这玩这玩 就很气你知道吗 同时又 哎呀 哎呀 那会是谁投的赌 我现在只有一个猜想 田家灭门二是一场意外 但也是很多矛盾积累 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你的意思是 这必须得从田羽的死说起来 田羽因癫痫发作而死 他死后田家陷入了巨大的悲伤 因为思念儿子田羽的母亲何贵兰 多次找张神婆救活 而张神婆被抓是田家案的导火所 我猜张神婆被抓了之后 田向荣花钱买了 叫活的方法 叫活需要让魂魄附到活人身上 对田家人来说 赵小娟 作为他们一家子的外人 那是最好的选择 也许方芳是无意听到了 叫活的秘密 他又把这事告诉了赵小娟 赵小娟决定将计就计 假装被田羽附身 等一下 赵小娟为什么要假扮田羽 陈老师 你忘了吗 起初田向荣他们不让方芳去城里读书 后来又同意了 难道 对 赵小娟希望带着方芳离开这个闭塞的小镇 但公婆不会远许 而田家唯一能说服公婆的 那就只有去世的田羽 而赵小娟的计划很顺利 方芳也被远许到城里去读书 只是 他有点低估了公婆对于田羽的思念 这个叫魂仪式大概七天才能举行一次 而田向荣为了天天见到田羽 才不惜痛下杀手 那真正投毒的人是 他是一个见证了这一切 却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的人 陈老师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会是那个小孩吧 那就是方芳 是不是 这是目前看来最合理的解释 瓶盖上的指纹不是关键 指纹的顺序是关键 方芳投安眠药这件事情 发生在田向荣投毒之后 他偷走的 不是安眠药 是毒药 如果我没猜错 案发那天应该是这样 小娟 小娟 妈 小娟哪 我这两天早咳 总的咳嗽 你帮我拿点药呗 药康健牌的 那个牌的效果好 嗯 还有啊 我听李婶说 你又去那个新业那里拿药了 说多少次了 别去他家 妈 他家正规 而且给的药质量好还便宜 正规什么 连阿宇都看不好 早去早回吧 嗯 果然是啊 果然是小孩子 哎 我修 哎 确实 确实不上心了 啊 是是是 确实不上心了 假扮爸爸 每次假扮爸爸 妈妈都要吃自己不喜欢吃的鱼 奶奶说过 妈妈很爱我和爸爸 所以会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那妈妈吃鱼是因为爱我吗 可我不希望妈妈因为爱我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我希望妈妈就做自己喜欢的 两个 妈妈说吃下这种药就没有烦恼 确实啊 人都没了还谈什么烦恼 我希望一觉醒来 妈妈和爷爷奶能开开心心的 方方 你在做什么呀 啊 出门忘了关火了 我帮他看着 这个赵小娟怎么丢三辣四 给他留着饭 咱先吃 然后出事了 孩子也是一片好心 虽然 杀 虽然 借这个 害死了那两个死老头 死老头和死老太太 我很高兴 但 哎呀 田芳芳自己也死了 这赵小娟 我估计能知道后头发生什么了 咱们往下看吧 蜂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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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悲剧 妈妈你在做什么 国庆之后咱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我再收拾衣服 妈妈 这件白裙子很好看 我怎么没见你穿过 妈妈这个年纪不适合穿这个 没有啊 我觉得妈妈还很年轻 妈妈 下次去公园玩的时候 你穿上这条裙子吧 我给你拍照 好不好 这么听话 妈妈肯定很高兴的 这裙子有点皱了 我晕一下啊 你穿上这条裙子 我可以试一下 你穿上这条裙子 我不用再来 我也不想 我愿意 无论 说 我 你个瘟神有什么 哎呀 不过也算好 这个死法其实也还好 我的尸体 不会腐烂在泥土里 我会像鸟儿一样 死在空中 原来是这个意思 就我现在感情很复杂 我在一种继位 继位那俩死老头死老太太 在死而感到高兴的同时 我又在为赵小军感到悲哀 就这种两种感情在很难受 你知道吧 想笑笑出来想哭也哭不出来 哎呀 我卡在那了 陈老师 我会试图上 向上头汇报这个结果 不过证据太少 所以可能 我理解 这个结果我也不愿意看到 人们会相信方方出于好意投毒吗 人们只会认为方方是调皮 害死了全家 抱歉 警察同志 让你白忙活了这么久 这里好像变回刚进来时候的样子了 旋光传了门打开的声音 陈老师 应该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 早之前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警察同志 我骗了你 天家案发生之前我就已经拿到了账本并寄给了报社 没关系陈老师 交给报社和交给我们是一样 能曝光田向荣和那些买家的交易就足够了 嗯 走吧 这该不会没交上吧 就是交上去了之后 人家给你销毁了 之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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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